我要補充幾點 第一,在國安法實施之後 大家都知道做報道、做傳媒 是有很多紅線 但這條紅線從來都沒有清晰地告訴大家 我們經常都認為這是一個法律問題 我們很想知道究竟寫報道、做評論 談及什麼問題、談及什麼地方 是會抓到這個紅線 是講制裁、講獨立、討論 或者是就一些報道的議題 我們去做一些評論都會有一些情況嗎 但我們都不得要領 大家記得有行家在行政長官見傳媒的時候 問過他的紅線在哪 行政長官竟然說最清楚的是我們 我們怎麼會清楚呢 我們又不是執法 我們又不是司法部門 我們經常都期望政府 政府說清楚這條紅線在哪 但這條紅線從來都沒有清晰地告訴大家 可能去到大家有一天 警察上門拍門了 拍不拍門了 大家才會知道 原來自己 會中了一招 我覺得這個是很不理想 即是一條法例這麼嚴重 大家如果在法院都聽過 律政司的代表 刑事檢控科的代表都說過 這個是等於殺人放火這麼嚴重的罪行的時候 他講不清給你聽那條紅線在哪裏 這個我覺得是 對新聞工作者來說 對市民來說 都是一個很擔心的地方 第二 就是關於假新聞的立法 昨天其實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都講過 其實現行的法例已經有很多可以處理到的了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報道的話 大家都看到 其實我們頭上的那把刀從來都在 不止一把 本身刑事罪行條例 煽動罪 煽動文字罪 放了很多年 沒有用過 現在經常用 跟著國安法有一系列 又禁止煽動、協助、教唆的罪行 全部都可能和新聞工作是會有關係的 所以大家頭上的那把刀一直都在 加多一把假新聞法都是加多一把刀 但我都希望這把刀不要加出來 因為對我們來說 我們在一個很窄的環境之下 去做新聞了 如果再有假新聞法的話 恐怕會令到更加多的記者 傳媒媒體會更加擔憂 所以我作為記協主席 我希望和Chris剛才講的一樣 我們都是反對立假新聞法的 亦都希望政府講清楚 究竟他們心目中的假新聞法是甚麼 過去那兩個星期 大家看到政務司司長尼家超 武漢局局長鄧炳強 警務處長蕭澤宜 三位沒有受過新聞專業訓練 沒有新聞工作經驗的官員 不斷講假新聞法 不斷講教我們怎樣做專業的新聞報道 情況是非常之令人奇怪 所以我希望如果政府是真的要去搞假新聞法的 也都已經講了 由民政事務局去研究 在過程裏面 不如快些和市民好好交代 究竟政府的取態是怎樣 是研究了會立法 還是已經有立法的意向來研究 還是已經有時間表 還是還是事在必行 不如講清講錯了 最後就是我們過去那兩年 當然在《國安法》之下 我們就講內容報道的事 但是在《反西運動》到20年的時候 我們講的是新聞自由 採訪的自由的問題 在7月1號發生的襲警案 大家都會清楚見到 看中國的鏡頭 完全拍到整個施集的過程 眾新聞的鏡頭 拍到警員是有為那位受刀傷的男子去急救 其實這些都是網媒 這些都是 經常都說要監管 要有一些規範的範疇 但正正是他們的鏡頭 就將那個事件最快 最清楚的環節給大家看 也都還了警方的公道和清白 我希望政府當局也好 特區政府也好 北京當局也好 請你看清楚 新聞的鏡頭 記者的那支筆 其實不一定是對他們不利的 新聞自由是我們 香港的大以成功的一個基石 希望他們真的都和我們一樣 都會珍惜這個價值 最後我希望各位 包括在座的新聞從業員 包括所有還在工作著 努力著的行家 大家都要堅持著 香港是需要新聞的 指紋是需要真相 現在的環境很艱難 但是不代表我們要放棄 或者我們要有任何的退卻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看到很多有質素的評論員 專欄作家 主持 記者 可能都在近期 有離開香港的情況 對我們業界是很大的影響 但是留得低的我們就繼續努力 也都希望市民明白 新聞自由不是自己可以獨立出來的 新聞自由和其他自由都是一樣的 也都需要市民的支持 希望大家都是繼續 支持記者和香港的傳媒 補充是這麼多 現在我們先拿去 不如這樣 英文的問題我們放在後一點 英文的問題我們會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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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先回答 先回答一下 會不會覺得過去一年 是最差的一年 以及過去一年有這麼多件事 會不會覺得蘋果日報停刊 是最嚴重的一件事 過去一年當然是 絕對是一個 對新聞自由來說 最壞的一年 蘋果日報被兩道搜查 而且搜查的過程裏面 是見到公權力 對新聞自由那種的踐踏 包括警員可以 任意去翻查記者的資料 一些涉及新聞的材料 之後去到編輯室 有一個第一次還被記者看著 第二次都看不到 任他手 情況是 是沒有得再差的了 其實也都見到編輯人員 總編輯啊 副社長啊 主筆啊 都是被捕 而他們被捕的原因 是跟他們工作寫的評論 做的文章有關 我想已經是一個發生了的情況 剛剛提到停刊 其實停刊是一個結果來的 停刊不是一個原因 原因是他們被指違反了國安法 而我們見不到國安法那條紅線 究竟是要去怎樣規範 在幾位被捕人士的保釋寧訊裏面 如果大家去到法院裏面 就會聽到那個 控方提出的文章 但是因為這些不是可以報讀的材料 我們現在在這裏公開不了給大家聽 但是大家 如果是關心的話 都會去看 會聽 那些文章其實 是不是真的這麼大的爭議呢 這樣 那是值得相確的 所以在一例系列的情況之下 我們現在面對著的環境 是差的 但是是不是最差呢 我都告訴你 那所以 我覺得搜蘋果是一個最嚴重的事件 如果你說到剝削呢 我覺得他們是擔心 他們是驚恐 政府是希望用法律 用法律來去 將對它不利的消息 或者對它不利的傳媒 來去令它們耿聲 那方法有很多種 那搜他們是一種方法 凍結它們的資產是一種方法 令到它被動地要結業都是一種方法 Chris有沒有補充 整條港區國安法 其實當然不只是針對新聞媒體 那我們其實 見到為什麼這個報告 其實都是觸動言論自由 那裏面其實都會碰到一些 就是 過去那年太多的例子 無論電影也好 書本也好 一些藝術作品也好 其實都是 你看著整個香港的自由空間 也是為什麼我們的標題都是破碎的自由 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之下 連最基本的 那些人敢不敢說話 我想新聞工作者 我想大家行家 過去幾個月 過去那段時間 都應該很多一些 一生的經歷 我們去找一些人做訪問的時候 各種各樣原因都不敢說話 這個完全不是我們認識的香港 而當一些人都不敢說話的話 我們傳媒工作 我們還要怎樣去把一些 所謂 我們要說出真相的話 社會上有些人真的這樣去看的話 對於銅鑼灣的事件 的的確是會社會上有些不同看法的話 但是當某一種看法 你說了出來之後 會被整個政府 以至於立法會議員點名 點名 批判你的話 我想再大的教授 都不太想捲入了這些爭議那裡 而當這些人都不敢說 他們都不想說 或者想說少些的話 每一天都說 會有些人是局筆的話 那還要說 那還有什麼 我們傳媒 就算我相信 我也很相信 延遲很多有熱誠有志的新聞工作 想繼續寫繼續說 但是當那些人都不敢說的話 那這個還是一個什麼社會 那這個是為什麼我們回到第一點那裡 就是說立不調港區國安法 是不是想將香港變成一個這樣的社會 這個都已經不是新聞媒體自己的問題了